大家好 这几天关注到香港 又有一些人陆陆续续的被中共搞 其实早在反送中事件的时候 我觉得你的灵魂 如果是和英治香港那个时候共存的话 你就应该离开香港了 而不是在幻想局势会好转 或者幻想中共不至于吧 共产党官员不至于吧 你们还是人呢 人应该不至于吧 不至于吧 你们不要对中共的恶毒 持有任何一定点的幻想 所以说到这里我得帮助李嘉诚来 我觉得李嘉诚太英明了 太英明了 他做的事情当时人都看不懂 看不懂 你看不懂就对了 你都看得懂 你就是李嘉诚了 所以我觉得香港人 包括台湾人 不要对中共 不要对这个邪恶政权 存有一丝一毫的幻想 也不要以为 很多人以为他在体制内 他以为他没事 就像鲁迅说的 中国无非是两类人 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 想做奴隶而不成 一个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 你就两类人 反正你就没有人 所以呢 有些人以为他在体制内 或者跟体制内的能关系好 你就没事了 你不要对邪恶的东西抱有幻想 没事是你暂时没事 早晚社会主义的镰刀和锤子 会割向你 会砸向你 早晚的而已 早晚啊 不是不割你 不垂你的问题 是什么时候割你 什么时候垂你的问题 只要你在天朝这个体制内 早晚的时期 当然了你如果呕心沥血 去避免 那也有可能会避免得了 那何必呢 是不是 做一个快乐的人不可以吗 非要那样的机关算尽的去 搞来搞去 多累呢 所以呢 还有一个香港人我觉得 不要对西方抱有幻想 在西方人看来 中国这个国家依然有利用价值 中国对他们的利用价值 在他们的眼里 和你的利用价值 在他们的眼里 那是一百牛一毛 人家才不会为了这个 你的利益 你香港这些人的利益 香港人的利益 所谓的这些 追求自由民主法制 这些空洞的这些价值观 而损害他们的钱 西方人到目前为止 包括美国人 美国政府 依然想和中国做生意 所以他们尽管价值观不合 但是呢 他们依然是现实主义者 实用主义者 继续和中国做生意 所以你不要期待 很早我就说 美国 西方 他们不会为了香港和中国决裂 不会 他们会放屁 屁会放 哇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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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一大堆 讲归讲 做归做 两码事 我们看参议员 包括那个 Marco Rubio Tel Cruz 他们都会就香港的事件发声 但是呢 仅仅是发个声而已 你以为他们会 会实际上为了香港的利益 为香港人的利益挺身而出吗 或者甚至像很多人想的 美国人会派军队介入吗 压根就不会 幻想 所以呢 我觉得 香港人 如果 香港人只有两个选择 有 且只有两个选择 一 离开香港 继续做 文明世界的人类 第二个 慢慢的调整自己 让自己活得像个 大陆的支那人那样的奴才 只有这两种方法 你要不然家中间的话 你就是以卵击石 西方不会站在你的后面 但是西方会声援你 就是用声音来支援你 OK 悲哀啊 如果我是香港人 我早就滚蛋了 说实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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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